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也希望能够推行所谓的家喻一世代 New Generation的一些启动 所以我们也举办了全国大专院校的微电影比赛 希望让更多的年轻人都能够一起共襄胜举 那今天也非常地恭喜 这场永赖正敏的摄影展也正式地启动 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去观赏来参与 今天非常开心能够在永赖正敏的摄影展记者会 看到我们魏德胜魏导演 所以是不是可以请魏导演跟我们分享一下 您这一次跟永赖正敏先生呢 他很多合作的一些经过 其实我知道他是一个很认真的人 我每次看他的作品 我都会觉得是另外一种享受 就是原来台湾有这个样貌 就会让我开发一个新的视野跟空间这样 那我也很希望永赖在台湾的这个摄影展 可以让更多的民众呢 能够从艺术家的角度 重新来看看台湾原来还有这个样貌 永赖先生不只是演员 他还是个摄影师 这一年当中我们就发现 其实永赖对台湾的情感其实很深 那这个声音其实我觉得就是来自于 对于这段努力上的任务 那我们也期待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受能够成功 所以我自己做的生意 我从在我心里里面一中 是确定的在台湾中欧面的 就是在能量集中的itä空间 你拍到内容来自然的 我写面和映画的相仅是在 你拍到的看到吗 我觉得能不能在場 用来自然的 明镜需要的内容 vil以后也能感觉的 可不是 皇上 皇上 北京 欧天